整個作品的概念 基本上當然就是現階段是套則 很多比如說男性跟女性之間的關係 然後當然也有比如說我們在現在 訊息比較快速跟資訊的社會 有很多強迫對方的方式 變成是比較有點類似隱形的暴力 社會越來越透明 然後資訊越來越快速 那所有的人都變成一個監察或是監控者的話 那是不是會有很多其他的問題產生 然後我們的社會要怎麼樣去面對 或者是調適這樣子的趨勢跟狀況 我們在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顧仇》现场的这个作品就是 其实就是我跟郑仙玉从大概去年开始构思的一个 希望可以整合現在社群媒体直播文化的一个特性 然後又融合到台灣1980年代有偽正流行的社會寫實 國學電影 那把這種人性對於暴力或者是器官的 劣奇而量心 重新在當代的科技的語境裡面 重新去探航天 黑色是夢 黑色是物質 黑色是前五分鐘 黑色是男人或女人 黑色不在星期一 黑色在1979年或1987年的前夜 黑色串紅了所有人 黑色強暴了他 他 還有他 黑色不善轉圜 黑色會突然加速 黑色不愛變化 黑色停在遠處 黑色 黑色是現實 黑色 黑色是物質 黑色是前五分鐘 網路的環境 科技、數據 整個全透明的環境下面 我們的身體 還有我們對於情侶趣或情欲 或各種人與人的關係有怎樣的變化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 我們無意間開發出來的一個新的 關於表演或劇場或未來 甚至未來電影的可能性 好像不讓我入面 有難度 配合 世界 《網路的環境》 在狀況 焦點到只有一輪三日元 發生幾周 尊敬中 各種一譯以外 各一段 加碼的貢似 當今自學會 天下一輩 現在狀況 也有 這些 簡訊 就是 內地 他們 現在 中國 基本 最重要的